百万休旅名车大喇喇停在路中间 捞心灾灾一动也不动 还有车为了前进只好逆向抽车 后方驾驶一脸无奈 因为这辆百万休旅车上的人 下车去吃牛肉汤 台南安平老街这家牛肉汤远近驰名 不少人特地来吃 却违规乱象一大堆 网友回应还以为是停红灯 见怪不怪这是台南日常 每次经过都有围停 应该直接拍照检举 业者也很无奈 因为有些客人就是讲不听 前方不到一百公尺就有停车场 偏偏就是要围停 贪图方便乱停车 也成了警方取缔的重点路口 台南安平小吃美食多 也是光光热点 但如果驾驶少了功德心 为了自己方便乱停车 罚单恐怕也会送上门 解了关张 台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